你会打篮球吗 小学的时候打了 现在基本上离这个篮球的运动比较遥远 那顾客他喜欢打篮球 你会愿意为了他重新拾起篮球吗 可以的 因为丁一半如果说有不同的兴趣爱好 反而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你可以通过一个人去接触更多的一些东西的话 一起去学习的话我觉得多好 其实我的想法跟你有一些不同 我认为如果你不喜欢篮球 不喜欢健身 我不会去勉强你 如果我们想去看一场电影 然后你喜欢那种 就是很帅气来变成金刚什么的 复术者联盟 然后我喜欢小时代那种泡沫剧 然后我会选择 就是我们俩开心拉着手去电影院 然后买两桶爆米花 买两张电影票 你去看你的我去看我的 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再开心地回来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 因为我是很尊重每个人的兴趣爱好的点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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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